嗨,欢迎收看谈谈未知世界,我是杨杨 可能大家不知道啊,每年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宇宙陨石掉落在地球上 它们的体积或大或小,成分也不尽相同 可以断定应该是来自不同的星体掉落的 陨石作为早期人类对外太空情况进行研究的载体 虽然并没有像小说《魏斯利》里面描述的那样 美国的科技突飞猛进是依靠找到了很特殊材质的陨石 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外太空真的有生命存在 那会不会形成化石附着在陨石上呢? 甚至会不会有活体的外太空生命生存在陨石上呢? 早在2012年,一只国际科学家小组疑似在一颗掉落在斯里兰卡的陨石上 发现了单细胞生物的化石,并认为那是一种外星藻类生物的形态 这个结论瞬间震进了科学界 大家都没有想到,多年来学界一直努力寻找的地外生命体 会以这样的方式实现零的突破 关于是否存在地外生命的争论似乎在此得以结束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也就是这篇报道引起了学界的震撼 不少科学团队纷纷开始了陨石的收集之旅 世界各地开始了一轮陨石热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关于陨石的研究 事件到了这里就出现了大反转了 整个结论受到了强有力的反驳和质疑 首先呢,陨石掉落的第一现场基本是野外 根本没有陨石是直接掉落在实验室显微镜下的 也就是说,这些陨石极有可能受到生物入侵而受污染了 而某些陨石结构疏松有孔 微生物住侵其内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 所以呢,陨石内部有微生物的残海不足为奇 并且最初的科学团队展示的照片中的细胞结构非常小且模糊 但依然能看出来与地球藻类的结构非常相似 难道地球藻类就是宇宙藻类的模板吗? 并且如此巧合的结构是不是预示着 这颗陨石来自于一个类似地球的星球呢? 但是根据长期的观察 数万光年以内还没有任何一颗星球存在生命 更别说一颗与地球相似的星球了 虽然争论越演越烈 但实际上以上的结论并没有被广泛接纳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报道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 留言和我一起讨论呢